3月3號全臺大停電 高雄市議會議長帶領藍綠議員 二十多人直擊事故地點 新達電廠開關廠 開關廠門禁森嚴 七機車一律禁止進入 還有監視露營設備 二十四小時監控 人員得刷門禁卡才能進去 而導致停電的北開關廠 拉起紅色封鎖線 因為電廠人員疏失 導致停電產業界損失慘重 鬆散作業 我覺得你在那邊員工訓練 然後弄一個小組 是不是真的能夠徹底改革呢 對於這些電器產品 如果有疑問或者是損失的部分 在我們各營業區處 比如說高雄營業區處 鳳山營業區處 那邊都可以受理辦理 議員不分藍綠連番炮轟 希望台電給民眾單一窗口 申請停電損失賠償 但台電目前仍要求民眾 到各營業區處辦理 產業的損失那麼大 他連提都不提 我覺得這樣對百姓來講 真的是很沒有道義 播指明代要台電給交代 新拿電廠新廠長上任後 市府也要求台電 要在一個月內通盤檢討 報告改善措施 不讓停電事件再重演 新新聞 中晚林謝嘉玲 採訪報導 先驚訪報導 預告 一定要 不 按 nud 什麼 感谢观看